暑假孩子在家想吃烤腸,自己在家做也不难,而且干净卫生,吃得也放心。 这里是500克猪后腿肉,二肥八瘦,肥肉瘦肉分开,瘦肉搅成这种颗粒状吃起来才会弹牙,肥肉搅得越碎越好,吃起来才不密口,然后按屏幕上的配方放调味料,量一定要称好,做出来的味道才正宗。 接着,分三次倒入面糊,面糊的比例也打出来了,一边倒一边沿同一个方向搅拌,大概搅十分钟搅上去,腌制半小时。 这个时候可以清洗肠衣,泡水龙头出洗两遍,再用清水和白酒泡一泡屈膝,准备灌肠器。 先塞满肉现在泡肠衣,拌肠拌七分满,拌太紧蒸起来容易爆肠,再分成均匀的小段,有空气的地方扎拱排气,然后上锅小火蒸四十分钟,出锅减成均匀的小段。 烤肠拌成品就做好了,可以放冷宫保存,或者空气炸锅180度烤十五分钟,抱之又弹牙的脆皮烤肠就做好了,给你家小朋友做起来吧。